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不久有我的一个学生来找我 她的太太要生产了 生产了以后她在一个医院看 那个医生说你这个孩子的头有点大 我们要做剖腹产 因为这个女孩子生孩子是一次重生的机会 你在生孩子的时候只要坐月子坐好了 那你身体就恢复到十八九岁二十几岁的年轻状态 因为她整个五脏六腑都翻腾一次 然后骨啊骨缝全部开一次 那么这是对女性是一个最好的恢复清清气的一个时机 但是你一开刀就完蛋了 因为她蹭不开骨缝 不能够完成这次的重生 所以说古代如果有妇科病什么的 就鼓励你再生一胎 再生一胎在坐月子的时候好好去保养 然后你的身体就完全康复了 那都是尽量的顺缠 在不得已的时候才抛腹缠 但是她的医生就跟她说不行 我们只能做剖腹缠 不能做顺缠的安排 后来她来跟我说怎么办 我一关 我们自己修念到一个层次 你的心颈静的时候 你有透视功的 自己回到空性中 对方也回到空性 你可以关到他体内的情况 所以一关他的情况以后 我说这个完全可以顺缠 我说你去KK 因为我后面的四个孩子都是KK 都是顺缠的 他是专门的妇科医院 那为什么那个医生劝他剖腹缠 顺缠大概以现在的价我不知道了 前几年是四千块钱就够了 如果开一刀要一万四千块 就是这医院因为给你开了这一刀 接了这个baby要多增加一万块钱 所以大家在治病上往往成了被医院利用的商品 商品的利用就是什么 砸取客户最大的经济效应 就是在一个人身上砸取最大的利润 你是我的客户 你客户来了 我当然要赚最多的钱 所以之前也有一个 我这儿有一个工作人员 他是在我们那个大医院 咱们政府的一个大医院里工作的 但在这个工作的时候 他这个压力特别大 后来来上课了以后 听说要讲道德 不能坑蒙拐骗 他就更受不了了 然后哭着到我这儿来说 师父啊能不能我不做现有的工作 我说那你在做什么工作 他说我在这个癌症治疗中心 癌症治疗中心呢 就是我们要负责给客户做配套 做什么配套 就是这个病人来 要给他开多少种药 那这很多种药是没有用的 对这个病人是没有用的 但是要赚他的钱 所以是要给他做这个量身打造 然后能从他身上赚取多少钱 赚取多少钱 所以是那么很多药是没有用的 所以是你去医院 每次都带一大包药 回来吃不下饭 为什么光吃药 胃就被撑饱了 所以他良心受不了了 他说这个药了解了以后 所以是医生也没办法 为什么他们专门有一个部门 是要医生开这些药 给这种病人必须开这种药 实现利润 实现利润 所以是这些东西大家要知道 特别司令医院更严重 政府医院还好一点 那这个是什么 大家要命是自己的 首先我们在治病上面 你要有智慧 就是我要寻找不同的方法 不要听人家一说 我不行了 你这非得用这个方法 你就死认这个医生 医生跟老师一样 老师有幼儿园医生 小学医生 中学医生 大学 大学老师 小学老师 中学老师 大学老师 医生也有小学水平 中学水平 大学水平 它不是年代的问题 有的医生干了四十年 还是个小学生水平 但是医生有没有灵感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智慧 来帮助病人 这是我们会讲大家 如果家人或者你自己 在有病之后要乱求医 就是要多去跑一些医院 多跑几家医院 多听听专家的意见 然后中医 西医 那么还有道医 这几个方面综合应用 综合应用 那这个对你是负责人的 对你是负责人 对你的家人是负责人的